世界上有非常多以战成名的例子 然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人翁 他在一次Apex的直播中以惊人的瞬居速度 Buzzle打到怀疑人生 他也是一名Apex的职业选手 可能很多人对他都没什么影响 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的名字在Apex职业赛事中 可以说是无人不小 他有着非一般的实力 虽然并没有太过花俏的技术 但打法却非常的稳重 时常在赛事中拿到非常亮眼的战机 而这名男人就是Monsoon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大家都应该知道Apex里高手如云 在Twitch更可以看见非常多大神出现 但今天的主角是Twitch 鲜少人知道的强者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名Apex的职业选手 但在成为职业的路上 他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 尤其还要面对着无家可归的宿命 非常困难才能走到现今这个地步 那究竟他都经历过什么事呢 今天就让我Nero来和你们分享一下他的成名故事吧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Bowen Fuller aka Monsoon 1998年8月1号出生于美国加州 今年23岁 现今是一名Apex的职业选手 从2019年开始自立于一个名叫Complex City的电竞战队 在这之前也曾加入过Fly Crash Temple Storm World Best Gaming White等等一些美国战队 他最擅长的英雄就是恶灵 常常将恶灵这名英雄展现得行云流水 他从小就对电竞有着非常大的兴趣 并且立志要在有能力的时候成为一名电竞选手 但他的童年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由于爸爸妈妈在他成长的那段时期 都一直面临着经济上的问题 所以他从小就一直跟随着父母到处搬家 他就曾试过和家人在车上 帐篷或者旅馆度过难熬的日子 由于一直搬来搬去的原因 导致他连高中都还没毕业就出来社会打拼了 但这并不影响他想成为电竞选手的梦 所以不管处境再怎么糟糕都好 他都会尽可能找一个地方设定好自己的电脑 之后便开始练习自己的电玩技术 他甚至还试过将自己的电脑带到快餐店 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点一杯饮料 为的就是得到免费的WiFi 这种永不放弃 并且努力寻找机会实现梦想的精神 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在Apex还没推出之前 他就有尝试过不同的游戏 基本上只要是FPS的游戏他都有玩过 就好像Paladins CSGO Rain Royale TubG Overwatch 这些都有接触过 这也造就了他在FPS游戏上有了一定的基础 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到达高手的水平了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电竞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他年纪轻轻 但却有着一名妻子 这是他自己在Twitter上说的 但关于他妻子的身份 至今还是一个谜 虽然在那个贴纸中有标记着他妻子的名字 但似乎这名用户已经被移除了 所以我们也追踪不了 他除了喜欢玩游戏以外 他对烹饪其实也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制作寿司 为了让自己和妻子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就曾在餐厅一星期工作60个小时 并且以一个小时14美金的酬劳 改善自己的生活 果然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这的确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至少他们现在有了固定的庇护所 除此之外 他对音乐也有着一定的兴趣 他时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自谈自唱的影片 有时候还会自创歌曲 这也显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时间到了2019年 Apex Legends的热潮也开始风靡全球 Monsun在尝试了这款游戏之后就觉得 对了就是这款游戏没有错了 仿佛就好像见到真命天子一样 于是他便持续了餐厅的工作 开始全身关注这款游戏 他不仅非常喜欢这款游戏 甚至还玩得非常非常厉害 特别是在用狙击枪的时候 更是百发百中 当他正式套入职业赛场后 高超的实力让他轻而易举就能横扫全场 就连其他选手都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藏有什么作弊系统 随着时间的过去 大家才开始认可他强悍的实力 他也随之成为职业赛场上最备受关注的那位 随后也被另外一个职业战队Fly Crash看上 他最终也选择加入这支队伍 Monsun除了打职业赛 他也会在Twitch做实况 现今你们可以看到他差不多每天都会直播玩Apex 也会时不时尝试一些新游戏 他曾经就和著名实况主ASU 还有Daltus一起组队虐其他高手 然而就在2019年的8月13号的一次直播中 他的致命遗迹改变了他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大魔王Srault 以下以来都是主宰着战场的那号人物 不管是在CS、PUBG还是Apex中 他几乎都能展现出自己所向无敌的实力 但就在这天 Srault一如既往的在直播Apex 而Monsun碰巧也在同一局比赛中 当游戏开始进入决赛圈 这时场上也只剩下4个人争夺刺激宝座 其中就包括Monsun、Srault 还有两名可怜的路人甲 我们先看看Monsun的视角 首先他先干掉了一名路人甲 之后便躲进了一间建筑物 没想到就在这时听到屋顶上有脚步声 于是他便事先瞄准门口 等着猎物自己走上门 果然高手的观察和预判能力都非常的好 不久之后就有一名玩家跳了下来 Monsun一个甩鞠直接抱头了那名玩家 而这名玩家正好就是Srault 完成精彩一击的Monsun也不忘来断热舞庆祝一下 同时他也引起了Srault的注意 场上剩下最后两人 Monsun也果不其然的将最后一名玩家送上路 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Monsun手上还有另外一把利于近战攻击的R301 而且子弹也非常的充足 但他却选择利用仅剩四发子弹的G机枪 解决最后三名玩家 这么疯狂的行为还一度让Srault搞不清楚状况 以为遇到了开挂玩家 出于好奇心 他就问观众那位玩家到底是何方神圣 最后才得知原来他也是一名实况主 就因为Srault的提名 他才终于被更多人看见 Monsun当天的直播更是从最少的五名观众 一路飙升到7000人在线观看 总累积的观众也突破了13000名 之后他也不忘了在直播中表示很感激Srault 有了他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到自己 在职业赛上表现优异的他 也很顺利被邀请参加FX国际赛 但由于那时疫情开始袭击全球 为了各位选手的健康着想 主办单位也只能延迟举行该比赛了 在加入Fly Crash的三个月之后 他有幸和另外一支队伍 Complex City的队长Miyako和成员Rapta 也就是之后的队友一起进行游戏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的默契开始越来越好 于是Complex City也硕信把Monsun 迁入自己的战队 对于这样的要求 Monsun也很爽快就答应了 然而对于Monsun加入Complex City的这件事情 Miyako表示他一点都不后悔 还说到Monsun是一名非常正能量的人 他时常会将自己的正能量 传递给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所以你可以时常看见他在跳舞逗乐其他人 就算队伍遇上什么难题都好 他都是那位逗大家开心 并且基于精神上支持的重要人物 这样的精神也逐渐成为他们打比赛的动力来源之一 加入Complex City之后 他也获得了免费住宿 在这里他不仅能尽情的烹饪美食 还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训练环境 这些场景都是他前几年想象不了的画面 由于疫情不能参赛的原因 公司也替给了他另外一个身份 也就是内容创作者 Content Creator以维持生计 前段时间刚结束的Troll War Titans 2021 温顺也有率领着队伍参加这项比赛 也是他们最近期的比赛之一 最后也夺得了亚军的佳绩 虽然只是B等级的比赛 但在20个队伍中脱颖而出 夺得第二名也算很不错了 对于不懂的玩家 Apex赛事通常会分成S等 A等 B等还有C等 S等就是奖金最多并且最具挑战的赛事 而C等就是最普通的赛事 虽然加入Complex City过后的他 没有参加过任何S等的赛事 但他们在A等和B等的赛事中 要不是得到冠军就是亚军 可想而知他们在战场上的统治能力是多强了 那么关于他的故事就已经到一段落了 由于他也是刚出道两年而已 所以故事也不会太长 如果之后他还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我会再专门做一期影片和你们分享 打从2019年开始 他就依靠Apex Legends这款游戏 从一个无名小卒 直接延伸成一名Apex赛事中最耀眼的心 也让他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 认识到不同的人 并且和各种高手切磋 虽然他的背景和来力都比其他人艰苦 但这也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 最重要还不忘在赛场上散播正能量 相信在未来还会有更多人会记住Monsoon这个名字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也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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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